今天是禮拜三 哈囉各位 那麼今天是禮拜三 然後正好是我這次簡直的一半時間的人 對 第15天 所以也就是說我還剩下15天的時間 那麼 你知道我在以前做那種比較正常的簡直 就是可能兩三個月以上的簡直 我會覺得 怎麼時間還沒有到 怎麼還有這麼久 對 但是我以前做一半時間的時候有想法 他的感覺 然後這次是迷你課 然後我第一次做迷你課30天 然後我就會覺得 怎麼已經過了一半時間 時間怎麼過這麼快 對 然後我只剩下15天了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有辦法在目標的時間 第30天內達到我要的目標嗎 就會想這些東西 就是兩種非常不一樣的想 不一樣的心態 不一樣的觀念 所以也蠻好玩的 對 然後 然後 我昨天呢 昨天因為 昨天晚上因為 就因為 嘴慘 然後多吃了大概300大塊的碳水化合物 對 所以呢 今天呢 我應該體重會稍微多一點點 0.2 0.34公斤之類 對 那麼我昨天 早上秤體重是72.1公斤 喔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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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70.8公斤 太誇張了 我剛剛有講我昨天 早上是72.1公斤 然後昨天多吃了300塊的碳水化合物 結果現在是70.8公斤 對 直接少了 多少 1.3公斤 對 1.3公斤 哇 唉 那麼我剛從學校回來 現在過來這裡買點吃的 然後 今天是禮拜三嘛 對 所以這個禮拜六 我會去新竹 然後一直帶到下禮拜二 然後禮拜三呢再去台北 辦點實停 對 應該是這樣 有可能禮拜二就去台北了 現在不太確定 反正是目前的計畫 目前來排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週末呢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應該會收到三件Plinka的樣品 對我還蠻期待看到這三件衣服的 對 這大概就是 這禮拜的基本上的 安排 那麼 現在 開吃了 今天第一餐 嗨 你家是什麼 我看一下嗎 好 那就一個香蕉烤漆好了 一個香蕉烤漆就好了 對 這好嗎 可以啊 他自己都說要清 對啊 真的啊 你個人名義嗎 對啊 好嗎 那就沒事就好了 冰的熱的 冰的 謝謝 差點把手機做調節 OK 那麼我買了一個 夏娜烤漆三明治 然後他們店員說要請我喝杯飲料 但是 因為我在兼職嘛 所以我不想浪費太多熱量在飲料上面 所以 我就選了一杯美式 對 所以 如果我沒有在兼職的話 我應該會選 抹茶拿鐵 對 不過我還是非常謝謝 現在才三點半 然後就沒位子了 齁 真的是 那麼 今天呢 我是要來做深蹲 你看這個就知道 然後呢 很多人問我這個SBD 是穿什麼size的 那麼這邊講一下 我是穿M號的 但是 我先說我M號我是穿得剛剛好 但是呢 我之前 借了小William的S號試一下 發現我S號也可以穿 對 也就是說 呃 怎麼講呢 我的話是SM 不不不不 什麼SM S跟M都可以穿 但是 如果說現在讓我選的話 我會希望 怎麼講呢 再買一個S號的 對更緊一點 但是 怎麼講 這一個不便宜 我今天買一個M號的 所以 嗨各位 那麼今天呢 是我受傷之後 第二次正式的深蹲訓練 然後一切其實都感覺還不錯 那麼 我現在呢想來回答一個 我非常 常被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在減脂減肥的時候 你到底 需不需要做 油養呢 首先對於我們 大部分人 如果你的目標 只是想要把體脂降到 10% 12%那種 可以夏天 脫光去海灘那種 身材的話 你完完全全 不需要做油養 但是如果你想要 你是要去那種參加比賽啊 可能要把體脂肪降得很低 可能 8% 7% 甚至更低的話 那麼你可能 我說可能喔 那你可能 就需要 一定要做油養 那麼關於油養呢 我想先來 糾正大家 一個觀念 一個概念 或者是說 讓大家換一個觀念 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不要把油養 當作一個減肥的方式 我們要把油養 當作一個 消耗熱量的方式 我講過很多次 減肥減脂 唯一 唯一 唯一的辦法 就是你的消耗 要大於你的社區 你一定要製造這個熱量的差距 才有辦法進行減脂 所以呢 要製造這個缺口的辦法就是 要不然你少吃 要不然你多動 要不然你少吃又多動 對 只有這樣子 一般來說呢 那我會建議把這個熱量的差距 控制在300到600大卡左右 對 這個因人而異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油養 當作一個去增加這個差距的方法 比方說 我今天的熱量差距是300大卡 那麼我可能去跑步跑個半小時 那可能可以消耗將近200大卡 那麼就是說 我今天一整天的熱量差距是500大卡 OK 那麼既然我們都已經換了這個概念 就是想說 有氧是一個消耗熱量的方法 那麼其實我們就已經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們不一定要做有氧 因為消耗熱量的方法有很多 就我個人而言呢 我在減脂的時候 我從來不碰任何傳統式的有氧 就是可能跑步啊 什麼什麼的 我個人會做的呢 是去提高我日常生活中 非運動的熱量消耗 也就是說可能 想家務啦 走路啦 爬樓梯之類的 雖然說這些事情所消耗的熱量 那相對來講比較少 但是呢 因為這些事情都是你日常生活中 幾乎都是要做的事情 而且這些東西對你的身體的負擔 也沒有有氧那麼大 應該說幾乎沒有負擔 也不會那麼累 然後你可以堅持 而且一天可以做很多很多 而且你可以每天做 而且這些事情幾少成多下來 那個熱量消耗也是很可觀的 像我個人會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比方說 在學校裡面 如果你要從一樓到四樓 或者五樓的教室 我會選擇走樓梯 或者坐電梯 然後可能我今天要去健身房 然後我不選擇用開車的 我選擇用走路的 像我這邊 我家到健身房大約是 過去二十幾分鐘 然後這樣子來回 加起來四五十分鐘的路程 甚至逛街 這些都是消耗熱量的方式 你這樣子一整天下來 其實你消耗的這種熱量還是蠻可觀的 之前國外有個研究就是說 有兩組人 一組就是那種經常坐到辦公室裡 一整天幾乎沒有什麼活動量的人 另外一組就是那種 經常到處跑來跑去 活動量非常大的人 不管是他們逛街還是跑業務什麼的 反正活動量非常大的人 這兩組他們所消耗的熱量差距 可以達到一千大卡以上 所以想想看 這樣子平常日常生活中 累積的活動量可以有多大的差距 所以呢各位 我這裡並不是說 不准你們做有氧 讓你們不要去做有氧 我只想要給你們 稍微一個新的概念 或者是說 讓你們轉換一下概念 就是說 有氧 它只是一個消耗熱量的工具 而消耗熱量的工具 有很多很多很多種 OK 它並不是一個減肥減脂必須的東西 減肥減脂需要消耗熱量 有氧呢 是其中一個消耗熱量的方式 一個途徑而已 你可以學很多種方式 這些都是看你個人的喜好而已 OK 那麼訓練結束了 然後現在要準備去吃晚飯了 對 但是呢 今天 沒心情煮飯 謝謝 OK 這是前幾天煮的 一次性煮多一點 因為懶得在煮 然後這一盒裡面有100克 這盒裡面有200克 然後這邊是剛剛買的半匙烤雞 對 所以要吃多少 100克是350 320大卡 所以200克大概712 然後 70多克碳水 還有150克碳水 我差不多就這樣子 所以 要吃哪一個呢 感覺還是 哪裡怪怪的 這樣才對嘛 對不對 走啦 走啦